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远国勇到天后陆田园餐厅视察 华间餐厅没有开先锋系统造成空气传播 相信香港暂时没有个案源头不明 政府后日开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满市金堂食 主题公园、健身中心等也要关闭14日 包括演唱会和单车节等多项大型活动宣布暂停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早前抵港豁免检疫 确诊Omicron的国泰空姐群组怀疑出现三代传播 她先感染家人 家人再怀疑传染至少4个人 包括天后陆田园餐厅坐隔离的測量师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 夜密黑道陆田园餐厅视察之后 华间餐厅朝早时段没有开启先锋系统 造成店内空气传播 身串保护医的工作人员 夜密黑道餐厅里採集环境样本 有检查通风口和冷气槽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及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 亦都有到场试察 袁国勇就说 家餐厅在朝早时段 未有开启先锋系统 只有冷气循环制冷 导致换气量不足导致传播 那位病人 就是播毒那位病人 坐在那个锁头那里 而那位守卫生受到感染的 就坐在这个位置那里 而我们发觉 我们做过医务测试 就发觉那些空气 由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不停地在那个锁头那里循环 就没有被外面的先锋带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以解释到 为何那位做测量师那位病人 他只在那里堵留了15分钟 已经是感染到 找到这个病例 他为何在这里会感染到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暂时香港都还未有一些个案 是源头不明 新变种病毒Omicron来势洶洶 所以有多个人受感染 并且可能已经出现多代传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大规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星期五开始 满市金堂食 主题公园 健身中心等 也都要关闭14日 而多项大型活动取消 政府早上召开紧急内部会议 商讨最新疫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开记者会 形容第五波的疫情一触即发 决定由星期五凌晨开始收紧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 暂定为期14天 到时所有的食肆 由夜晚6点到第二早的5点禁止堂食 每台人数上限 B、C、D类食肆 分别减至2个人 4个人和6个人 以顾客人数上限就无变 多个场所都要关闭 包括是游戏机中心 浴室 健身中心 主题公园 表演场所 博物馆 派对房间 美容院 按摩院 夜店和夜总会 酒吧酒馆 卡拉OK 麻雀天狗洒落场所 体育场所和泳池等等 至于医院和软石暂停探访 如果是有因素的情况会作特别考虑 4人限制令和口罩令就继续维持 我们是要尽快掌握一个关键的时刻 来控制这个疫情 不要让它在香港社区大规模爆发出来 某程度上可以说是跟Omicron 这个变异病毒株的传播竞赛 就是看谁走得快一点 所以今天公布的措施可以形容为 我们在两年抗疫里面是很果断 亦都是采取一些快、准、狠的措施 争取在最短时间之内 来切断这个传播链 当局亦都加强外防输入措施 星期六凌晨开始 八个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印度 和包启斯坦的民航客机禁止帝港 同样为期十四日 林郑月娥期望农历新年之前可以压制疫情 我们都是采取最严格的隔离和治疗措施 以至到检疫的安排 所以大量感染的人士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我们是希望如果得到市民通力合作 如果这些措施发挥它的效能 我们期望在来近这个农历新年之前 是可以压制到疫情 所以市民仍然能够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之下 是可以宽度新年的 林郑月娥又说会在措施生效一个星期之后 即今个月十四日再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收紧 无私电视机请吴解軒不道 多项大营活动宣布暂停 包括演唱会和单车节 特首林郑月娥说疫情形势急速恶化 否认政府反应是太慢 又说暂时不会停止面售课堂 公务员亦都暂时无需在家工作 政府决定星期五凌晨零时开始 取消近期的多项大营活动 包括在花旗举行的本地渔农美食加年华 今个月十六号举行的香港单车节 也都建议不要举行非必要聚会 例如当局已经取消 现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歌手张敬軒就宣布 星期四开始一共八场 在洪馆的演唱会会延期 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公布后续安排 疫症蔓延 马照跑大没得入场看 马会宣布公众人士今晚 不能够进入跑马地马场观赏赛事 说因应疫情必须要大幅减少入场人数 已经预先订做的董事 轮选会员 马主和他们的奔客 就可以照常入场 关于防疫措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这样说 事隔一日政府态度急转弯 林郑月娥解释 是由于出现了多宗源头不明的个案 过去24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令到我们非常不安心 也都没有信心 所以我就不太同意 说我们是迟了来去作一个这样的决定 今次是走在疫情再进一步扩散之前 今次我们希望做到就是重锤出击 然后就是能够在一个很短的阵痛 我们可以压抑到这个Omicron的传播 他认为这一波的疫情 有望在农历新年之前受控 但是要市民共同合作 呼吁全国市民需要提高警觉 要注重个人的卫生 如果没有必要的事 尽量留在家中 林郑月娥有说暂时不会停止面试课堂 因为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她鼓励私人企业推行在家工作 以减少在市面的人流 但是认为公务员暂时无需推行相关安排 否则会影响抗疫成效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外地新增41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 陕西西安占了35宗 当局说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 疫情蔓延得到有效压制 另外当地有孕妇因为检测报告被指过期 被医院拒收最终留诊 这轮疫情的重灾区势案 不够一个月已经累计新增大约1800宗确诊 但是近日数字回落 病例都在隔离管控人员和封控区域发现 当局说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 疫情蔓延的情况得到有效压制 不过防疫措施多番人气争议 《人民日报》等官媒发问要求当地政府改善 最大限度减少防疫对生活的影响 内地传媒报道 一个有了8个月的孕妇 上个星期六因为肚痛叫救护车到西安高新医院 但是远方说孕妇的核酸检测过期了4个小时拒绝修正 孕妇在医院外面等了两个小时后突然大出血 医院先将她送到手术室 但是最终保不住胎 事件引发网民评计 市政府要求任何医院不可以以防疫为理由影响患者就诊 对于危急重症、孕妇等患者应该开通绿色通道和服务电话 提供诊疗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曹佳宏报道 至于欧美多国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西威说更多证据显示感染Oricon变种病毒之后病征轻微 但法国有发现一款新变种病毒株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联政专业白稳六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新一任主席 白稳六发声病说对当选感到荣幸 感谢中央和特区政府赞同联署参与国际反贪事务 并且批准她竞选联合会主席 她说将会深化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期望联合会在世界反贪事业当中担当核心角色 2006年成立的联合会致力宣扬 有效落实联合国反贪负公约 及促进国际反贪合作 是首个为世界各地反贪机构而设的国际组织 目前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成员 继续立法会新进议员系列报导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是功能界别中 少数能够成功挑战原任议员的人 他说会为业界争取开拓大湾区市场 并且创科提升竞争力 记者钟卓熙了解过 本身是衣服制造商执行副总裁的陈祖恒 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呢 有些抗氧抗病毒的功能 再加上它是有一个化电USB的装置 是可以有不同的温度的调节 穿着去做运动在室外的时候 仍然能够可以保暖 这件事看到就是创科 如何融入于我们的一个叫做时装 我们的一个产品的设计上面 这个也是我们的行业的将来 要做好创科 他期望政府更加好地支援 做好物料研发 但是不少钟小企向他反映 想向当局申请资助的时候 就换来一吐气 申请BUD分定过程非常复杂 他申请的银码也不是那么大 但是整体申请的规条里面 要他做的事填入 表格其实对他来说很复杂 他都没有这样的时间 也都未必有对的一个服务提供者 去做令到他见到用不到 我们行业的人士其实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要给他空间发挥 他说香港的时装 快靓靓 仍然非常之有竞争力 就以这一件他不时穿着 本地设计的西装为例 设计非常之漂亮很好 香港本身有很好的设计师和品牌 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带动到他们走出香港 很大的大湾区市场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业界怎样能够可以去发展这个市场 给我们的设计师 这一届代庆从军 击败做了两届的自由党钟国斌 他认为是人心思辨 我们有一个共鸣 就是过去这几年 行业环境的艰难 在这方面来说 他们很想找出路 陈祖行又说会暂时放下企业的岗位 未考虑加入任何政党 又说做议员和做衣服都有共通之处 每一件衣服就像一件艺术凳 因为其实我们做开 就看到很多每一件衣服的细节 做议员来说我觉得一定要多聆听 因为我们的业界真的有很多诉求 要很勤励地做就像我们的一件衣服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我希望能够可以好地去将每一个细节做好 服务我们的业界服务香港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还有其他消息 腾讯再减持其他科网公司的股份 外界相信行动陆续有利 多只腾讯有持股的公司 例如美团、快手等股价都明显下跌 继上个月实物分派京东持股给股东 变相减持之后 腾讯再减持其他科网公司的股份 腾讯出售新加坡互联网公司东海 超过1400万股 彭博引述交易文件推算 套现超过30亿美元 相当于235亿港元以上 完成之后持股比例会降到不够1.9% 投票权就降到不够1成 腾讯以京东股份向股东派发中期股息之后 在京东持股就降到2.3% 有分析认为内地加强反垄断监管 不想个别公司影响力太大 相信类似的减持行动陆续有来 但是大行看法相对正面 大和认为相对分派京东股份 腾讯只是少量减持东海 可能代表想保留双方的伙伴关系 花旗看好套现之后 腾讯有更多资金发展新科技 而且投票权降低 腾讯在海外发布游戏时 亦可以减少与东海的潜在矛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继续执行反垄断监管 其中腾讯有9宗并购 与成立合资公司的交易 未有依法申报 合共罚款450万元人民币 阿里巴巴亦因为未申报收购等 合共罚款100万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谦报道 专下高洲股市的表现 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7点 巴黎克指数升52点 德国DES指数升101点 大家好 我是黎祖阿山 早前抵抗豁免检疫 确诊Omicron的国太空者群组怀疑出现三代传播 他先感染家人 他的家人再怀疑传染至少四个人 包括天后六田园餐厅坐附近的測量师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夜晚黑道六田园餐厅视察之后 说间餐厅早早时夺 未有开启先锋系统 造成店内空气传播 着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 夜晚黑道餐厅里採摘环境样本 又检查通风口和冷气槽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 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 也有到场视察 袁国勇说餐厅在早早时段 未有开启先锋系统 只有冷气循环制冷 导致换气量不足导致传播 那个病人 就是播毒的病人坐在那个锅头那里 而那位守护者受到感染的 就是坐在这个位置那里 而我们发觉 我们做过烟雷测试 就发觉那些空气 我们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不停地在锅头巡返 就没有被外面的先锋带走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那位做测量师那位病人 他只在这里堵留了15分钟 已经感染到 找到这个病例 他为什么在这里会感染到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暂时香港都还未有一些个案 是源头不明的 铜锣湾天后庙道翠联角 和九龙塘又一村洛景楼 夜明刻先后被围风强制检测 都涉及初步养生肛案 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注 警方夜明刻近7点 在洛景楼对开一段达资路 拉起围带和活动拉闸 工作人员架起帐篷 设立楼洞检测站 当局说一个62岁女住客 曾到右一城望月楼晋七 当时坐在早前确诊的地盘工人附近 他在检疫中心检测之后 初步确诊 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 住客明天凌晨之前 需要接受检测 目标明早7点完成行动 而夜明刻7点半 铜锣湾天后庙道翠联角 亦都被围风强制检测 同样涉及一个带有变异病毒株 初步确诊者 目标明早6点半完成行动 一至最新的消息 M家博物馆明天开始至今个月20号闭馆 所有今个月7至20号 在西九艺术表演场地的表演和节目 将会延期或取消 接着会有世界观和财经多国度 各位欢迎收看财经多国度 我是李希彤 美国私营企业职位年升12个月 增速是7个月以来最高 根据人力资源顾问公司ADP调查 私营企业职位去年12月增加80万7千个 增速是去年5月以来最高 比11月多超过30万个 亦都是远多过市场预期的40万个 美国就业数据远好过预期 美国十年期债息好淡争持 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低开 不过导致早段都是好淡争持为主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 导致现在转升回21点 报36,819点 标普500指数跌6点 看看欧洲故事三大指数都全线向上 欧元区企业活动回落到9个月最差 变种病毒Omicron在去年年底爆发 拖累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去年12月中石跌到53.3 是至去年3月以来最差 亦都是低过初值和市场预期的53.4 服务业指数更加跌到53.1 是9个月以来最差 同样是差过预期和初值 欧洲中央人行管制委员会成员 卡斯克斯表示 虽然预期通胀会回落到2%的目标 但仍然要面对疫情和经济不明朗的风险因素保持警惕 认为2023年初加息是可行的选择 转体下 德国反弄断部门加强审查互联网公司Google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早段偏远 德国反弄断部门说 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规模 已经达到可以受到更严格监管的水平 会重点调查Google旗下一个提供深度新闻的平台 以及公司对于个人数据的使用情况 当局也只是考虑加强调查其他科网企业 包括亚马逊、苹果公司和Facebook母公司Meta 今天我们的电话请来潘智生先生和我们谈谈 Hello Edison Hello你好 你好 看到刚刚美国就业数据远好过预期了 是否可以再为联储局今年加三次息再打之强心针 不过见到金价不跌之余反而还可以升 又应该怎样解读呢 如果联储局真的在三月开始加息的话 金价是否没有运行呢 我想其实市场的普遍就是今年加到三次息 只不过说三月是不是开始呢 暂时大家估计到超过一半的机率 所以其实本身的市场都已经叫做消化了这些货币政策的转向 所以就是说金价在这些因素底下 会不会说已经消化了呢 见过价格来说的强势都应该是反映了 我想短期来说金价价还有一些小的 特别是见到前两天那个十年债息就要升了下去 金价就要回一回 但是这两天已经升上来 所以整个走势都不错的 我觉得今年来看大概1,100元这些水平 就会支持一定是很大的 因为始终通胀的前景都还在 所以金价都还是吸引 只不过我们留意在上面大概180 就是前两个月的高位会不会突破得到呢 因为暂时那个阻力都非常之大 欧洲央行近期都开始说 可能在下年年初加息 你又觉得做不做到呢 不过始终加息怎么都不及联储局的 欧元升是否都不升得很多 我觉得欧元其实反弹的机率都大 因为始终由1.18左右开始跌下来 那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个 美国和欧洲本身的央行的政策 很大的分别 因为那时候已经美国讲加息的了 但是欧洲就一直都保持着很夹派的言论 但是近期其实见到欧洲有点转向 包括PBEP都开始就说暂停 另外就也都开始讲加息 其实这个转向都可以支持 就是欧元叫修复部分湿地 所以见到欧元大概1.13整固了一轮 其实如果后面突破的话 我觉得上1.15的机会就大 好 今天也感谢Edison的分析 我们再转看下 据报日本银行将会调高下个财年的通胀预测 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 因应燃料和原材料成本上升 日本银行将会在月中会以上 将4月起的财年的通胀预测 调高去到超过1% 但仍然是远低过2%的目标 所以预期央行仍然不会削减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我们再看美股最新表现 导致现在转跌8点 报36794点 标普500指数跌7点 节目时间交会 哈利新闻时间 即日全拜出望月流群组之后 本缸再出现多一个 相信和国泰基组人员相关的食肆和跳舞群组 一个早前确诊Omicron的国泰空姐 先感染家人 他的家人在怀疑在食肆和跳舞的时候 传染给至少4个人 包括住在屯门的測量师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相信 源头已经查清 仍然需要收紧防疫措施 星期日公布确诊的28岁国泰空姐 感染她同住的62岁妈妈 她妈妈经常和朋友在铜锣湾维园跳舞 其中一个48岁的家庭主妇已经初步确诊 空姐妈妈在12月31日 曾到过天后的鹿田园餐厅吃早餐 和她一起住在天后翠联国的59岁朋友 和另一个住在北角和府中心的朋友 都初步确诊 消息说住在北角朋友的丈夫 也都初步确诊 另外当局在八特通记录发现 已经确诊住在屯门翠宁花园的測量师 也都和空姐妈妈同一个时段吃早餐 即是鹿田园餐厅至今有4人染疫 晚上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餐厅视察环境 说餐厅当日早上有开空气清新机 但没有开启先锋系统 认为測量师在这里受感染的机会大 而不是之前怀疑她 因为经过空姐妈妈在维园跳舞的地方 那位病人 即是播毒那位病人坐在铺铛头那里 而那位守卫员受到感染的 就坐在这个位置那里 而我们发觉 我们做过医务测试 就发觉那些空气 由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就不停地在铺铛头那里循环 就没有被外面的先锋带走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那位做測量师那位病人 她只在这里逗留了15分钟 已经是感染到 找到这个病例 她为什么在这里会感染到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暂时香港都还没有一些个案 是源头不明的 他们去过太多地方 他们接触的人太多 所以就算现在暂时 没有源头不明的个案 那些所有的社交距离措施 增加社交距离措施 都是有需要 政府说同时段餐厅里面 有大概10名食客 呼吁他们和当局联络 另外空姐妈妈在上个月30日 到过另一个朋友的住所 那个朋友的43岁印容初步确诊 这个朋友就和另外8名 在维园跳舞的朋友 上了邮轮海洋光谱号 印容间中会去维园送物品给雇主 他在刚刚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渡过铜锣湾海景大厦一间教会聚会 两天分别有大概50人和80人同场 他星期日开始有不舒服 曾去过教会牧师安排 位于英王道利都流的单位休息 和之后又回到教会和朋友吃饭 印容在星期二发烧 到律登寺医院求医后 又去了利都流休息 由于检测情样性 当局在这里将印容送丸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就多次呼吁 市民要留意强檢公告 有需要的时候尽快检测 并且要减少聚会 因为很多时我知道 如果减少了社交距离之后 可能很多市民就不出去聚集 就会去别人的家里聚集 可能以往很少一个家庭 会有20、30人聚集 因为这样的措施之后 突然间就30人在一个家庭里面 很多个小时 这个对于传播是绝对有风险的 无线电视机者郭荣恩报道 内地新增41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 陕西西安占了35宗 当局说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 疫情蔓延得到有效压制 另外当地有孕妇 因为检测报告被指过期 被医院拒收最终流产 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势案不够一个月 已经累计新增大约1800宗确诊 但近日数字回落 病例都在隔离管控人员和风控区域发现 当局说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 疫情蔓延的情况得到有效压制 不过防疫措施多番人气争议 《人民日报》等官媒发问要求当地政府改善 最大限度减少防疫对生活的影响 内地传媒报道 一个有了8个月的孕妇 上星期六因为肚痛叫救护车到西安高新医院 但阮方说孕妇的核酸检测过期了4个小时 拒绝修症 孕妇在医院外面等了2个小时后突然大出血 医院先将她送到手术室 但最终保不住胎 事件引发网民评计 市政府要求任何医院不可以以防疫为理由 影响患者就诊 对于危急重症、孕妇等患者 应该开通绿色通道和服务电话 提供诊疗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曹佳并报道 而台湾桃园机场的本地感染群组 再多1至5宗初步确定带Omicron变异病毒 新增患者是桃园机场一个女清洁工 已经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 她曾经和另外3个早前确诊的清洁工同事 搭同一条线的接驳车 群组当中 1个清洁工和1个防疫的士司机 都已确定感染Omicron 全台目前总共有4宗Omicron本地港岸 连登机扣也都暂停失 稍后回来有下一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